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名女骑士 后头载着一名小孩 小朋友疑似睡着了 原本抱着妈妈腰部的双手 可能因此松开 导致身体歪斜 一副快要掉下来的样子 于是母亲就用左手去扶着孩子 只用右手单手骑车 不过这样的行为 看在其他开车民众的眼里 觉得好危险 不只孩子危险 母亲也很危险 那母亲是否有违规呢 听听警方的说法 妈妈虽然带着小孩 小孩一样有戴那个安全帽 我们看那个影片 他那个小孩 那个安全带 好像没有固定牢固的话 那可能还是会有 小孩有安全的疑虑 那我们可能会依照 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31条第5项 跟他通知道案 跟他自担举发 影片拍摄地点 是在嘉利县竹崎厢的湾桥村 很多人看到这段影片 都觉得应该把孩子 改放在前面的踏板 或者是抱在前面骑 比较安全 但其实警方要特别提醒 这样是错的 因为孩子放在前面呢 一旦发生事故 可能首当其冲 被当成肉垫 或者是直接飞出去 反而受伤更为严重 违反道交条例 会被开罚 若是父母亲别无选择 必须要骑车载孩子 也请让孩子坐在后座 自备一条安全的绳索固定住 以免发生意外 请不提醒 我们的朋友们 就会帮助他 现在我们的朋友们